哈囉大家好,我是保全大叔小禮 今天不點外送,因為有觀眾留言說 希望我開箱全家的海滋餵魚麩飯 他是在長影片下面留言的 好,那我在長影片下面呢 除了開這個海滋餵魚麩飯之外呢 另外開這個全家新的蜜製十三香排骨便當 這兩份呢,今天就當作我的晚餐囉 好,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的海滋餵魚麩飯 那裡面可以看到很多蛤蜊 那紅蘿蔔,然後呢有一些菇菇,然後還有毛豆 來,我們先吃一口他的這個白飯 看起來都是調味過的 應該是蠻夠味的齁 他這個吃起來是醬油調味沒有錯 可是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鹹 淡淡的醬油風味 那原本我以為說上面會有一些 這個蛤蜊的海味這個部分 其實有一點點,有一點點 他這一份齁,這個蛤蜊我來吃一下齁 這上面撒了很多,應該是香菜類的齁 來 當然他這是加熱的便當,所以蛤蜊吃起來有點乾 不像如果是義大利麵上的蛤蜊的話 會稍微比較多汁一點 這個稍微乾一點,不過並沒有什麼 腥味或是之類的齁 我覺得這個調味上跟保存上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他的調味 這個醬油調味做得剛剛好 可是那個毛豆齁,卻有很重的香的味道 真的我覺得他這個毛豆完全破壞了他整體的味道 來,我們來開箱一下這個蜜製十三香排骨便當齁 最份要135,哇 以他的這個便當來講算是偏貴了 他這個是跟這個韓社 跟韓社聯名的部分 來,給大家看一下齁 他這裡面就是兩個小小的配菜齁 有一個類似像麻婆豆腐之類的 那小小的炒青菜 那重點就是這個十三香排骨齁 那下面就白飯,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來,這個排骨的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哇,為了這個排骨,這個便當賣到135 對 這個便當上面看起來這個香料很多齁 來吃看看 他這個蜜製十三香裡面 也有含一點點的辛辣味 只有一點點 那個香是真的夠香齁 他裡面各種的香料調味真是夠 然後呢,他的這個排骨肉的部分 我覺得不會太乾耶 真的不會太乾 咬下去有一點嫩度 這個排骨不錯 不過他配菜部分看起來就比較簡單了齁 來 其實他配菜的 口感都做得不錯 調味上當然是比較淡一點 但是口感真的都好 今天回應觀眾留言呢 這個首先海滋味魚敷飯 他是醬油的調味 那不管是蛤蜊啊 修真菇啊 木耳、蘿蔔絲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都還蠻豐富的 味道也OK 唯一的缺點就是他的毛豆 除非你喜歡毛豆的那個味道 否則毛豆我建議是 乾脆放棄他 因為他會破壞這個整體的 他這個海鮮的味道 所以這個部分給大家一點小小的建議 那另外呢 這個蜜製十三香排骨便當的話 確實他排骨 不會太乾 上面的香料也夠味 配菜呢 雖然小小份的 但是也有一定的水準 只是說這樣子一份 一百三十五 對 稍微有點貴了一點點 但是這個排骨是真的好吃啦 好 所以這一份就是價錢的問題 但是他是好吃的 那這一份就是毛豆的問題 他也是好吃的 好 給大家參考囉 掰掰